今年苏玛的朋友来说是一个起庆之年 所谓喜庆乃于运气于胜利的年份 但这庆生的年份也有可能让你觉得目眩迷惘而无所适从 有时候选择太多也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之所以需要清楚自己的方向 才不至于东外西岛 从此一路有多坎坷都好 有着只为的吊噪 一切的不顺利挑战都会化险为夷 逢凶化子 家庭是你最好的避风港 亲情也就是你最好的依靠 别让情欲给充分了头脑 掉入色情的深渊 不能自拔 后悔莫及 要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 梦醒后才知道一切不是真实的 2019年的财富运势会比其他的方面来得强势一些 但道德的伦理是非常重要 自身的内心价值一定要懂得谦卑 否则树大招风 封闭孙志 所谓君子爱猜 取之有道 2019年的运势虽好 但也因为如此而忽略了健康 不可以避免的一年 鼠马可能会遇到激情兴奋的时刻 如果把持得住 则健康无欲 搞不好 就代替妖妖了 此外 2019年鼠马的人 仍然需要注意心脏还有眼睛 调养好身体 清醒的头脑 稳定的思维情绪 才能把所有的商机转为财富 保持冷静思维 以不变至万变 方能达到最好的气韵表现 爱情运深受 只为隆德 税和等极星 再加上缔结的相互牵引之下 这爱情运势始终处于桃花的状况 但因为你的耻高气氧 高傲致富 极有可能那偏置已久的感情 到最后会变成两个人 莫须有的问题 然后悲剧收场 属马的朋友在2019年 可佩戴一串暗含六合贵人局的 绿幽灵潘多拉手链 以加强马的气势如虹 势不可当 最望属马的朋友生肖为羊 称为六合 也是贵人之气 亦得贵人相助 事业步步高升 钱财滚滚而来 洪水之家 共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 健康平安 财源环境 敬祝祈福 何家幸福 们好吗? 保证 3.5 0 3.5 0